什么样的战斗力可以一挑二 换成是你在街头一挑二 你能不能成功 黑人选手叫大黑 今天23岁 身高190 体重93公斤 对手分别是左边的37 和右边的卷毛 今天是大黑一挑二 为什么叫大黑啊 因为他的名字我翻译不来 对手37和卷毛 是因为他的发型得名 体重分别是75和88公斤 好大黑一挑二比赛开始 欢迎来到硬汉减速带 减速同工的 请留下你们的地域车牌字母 哇大黑后撤的左右轮板 大黑的反应能力还不错 在后撤的过程中发起了反击 裁判把三名选手拉到场地中央一点 俗话说双拳拦击四手 在对军的过程中 大黑被打得竭竭败退啊 这个比赛是业余比赛 叫YFC 之前我们也会叫他球场格斗 三骑和卷毛啊 都是同时发起进攻 这个应该也是事先商量好的 哇三骑直接被大黑给打飞了 哇这一拳很重啊 好裁判再给三骑赌秒 这还可以赌秒的啊 三骑缓了半天啊 终于站起来了 你看这一拳很重 大线很危险 大黑是90多个级的体格子啊 这一拳是真的很重 好没啥大问题 现在比赛继续 三骑不能再冲了啊 一冲的话很危险 对吧 三骑别冲了 刚才我看资料 三骑的体重好像只有70多公斤啊 这个大黑是没法比 大黑的一拳 它承受不住啊 这个卷毛就比较菜啊 三骑还是往前冲 好比赛规则是不可以摟抱的 合的就是带着分子拳头的踢拳比赛嘛 三骑是真的猛啊 大黑的打法就是往后退 边退边打 其实大黑这个打法是完全正确的啊 边退边打 要不然的话根本就没法打 千万不能把自己的背给对手 在后撤的过程中找机会反击 大黑有一个跳步的飞机 顶了一下三骑 卷毛整成打的就比较小心啊 小心翼翼的 他们是两分钟一回合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中场休息的时间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的慢镜头回放 最可怜就是三骑啊 三骑被打的最多 你看这一拳直接把他给打飞了 好下面我们继续看第二回合比赛 哦大黑的出拳是又快又准 哦大黑的出拳是又快又准啊 啊等 三骑表现真的不错啊打得是真猛 大黑这个时候滑倒啊如果说是mme 规则的话打开这个时候就完蛋了 如果在街头打架的话这个大黑早就已经没了啊 街头一对多的第二原则就是不能倒地 如果倒地的话就基本上已经没了 哇三骑又被击倒 他在带来问三七要不要紧 三七说没事 他继续 三七和卷王的默契也打出来了 联合着进攻打黑 再次推到了树林边 现在再次来到比赛中央 这一波卷毛开始输出 三七的体能和他下降比较严重 感觉三七是顶着伤害上 已经是深重数拳了 但是面对三七和卷毛的连续进攻 打黑被毒秒 如果这次是街头一队多的话 这次打黑又没有了 所以说你别说一队多了 打就是一对二的话就很难打 好 打黑比较是没事 你再继续 好 第二回合时间到 我们来看下第二回合的精彩慢轻头 大黑被三七的一个前手本身打中 这次也算是报仇了啊 好下面我们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 现在大黑跟三七也是非常友好的 看到对手的强悍 好 下面比赛开始 卷毛和三七同时出拳 好 打黑比赛 打黑比赛 我们是一场比赛的 打黑比赛 三季继续往前冲 刚才大黑插眼了 现在卷毛有点受伤 好 比赛继续 好 比赛继续 现在卷毛在前面扛伤 三季在后面找机会突击 又来到树边 这个大黑我感觉现在扛不住了 这如果在擂台里面 大黑早就没了 好 比赛时间到 大黑是终于顶完了三回合 第一回合差点还赢了 说实话 今天的比赛 无论是规则还是场地 所以大黑都是有力的 要不然大黑今天已经输了三百回了 所以说街头一队多 基本上是不可能取胜的 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直接跑 好 下面的时间还是看下整场的慢进度回放 最终的判决结果 把胜利给了大黑 我觉得也是实至名归啊 毕竟这样的比赛是非常难打 如果说没有把大黑推掉 他两个就是输了 爱神火 看格斗 到这支小北格斗频道 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下期见